大家好,我是湾区接的阿强 今天帶大家來到我們的溫泉盤 這個就是古兜溫泉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溫泉公寓 今天帶給大家的東西 遲些我們也有一個別墅的推出 暫時我們先介紹我們的公寓 我們的公寓在我的後面 鏡頭可以跟一跟過來 就是我們半山的小高層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售的公寓 我們這個公寓投入少收益大 以下我先帶大家進入售樓中心 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區位 讓大家認識到我們這個方位在哪裏 我再帶大家看看我們的陽晚房 怎樣收益高呢 一會兒我們會和大家細細節分析 我現在先進入營銷中心 今天請到深哥和我們介紹 好 我們現在進去售樓中心 嗨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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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就是我今天特邀去和我們介紹的深哥 嗨 你好 我叫黃國芯 大家都叫我芯 我叫芯 我叫芯 好 這邊呢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介紹一下黑髮箱 因為我們黑髮箱的實力是非常大的 那你可以看看這邊 首先我們這邊開髮箱有四個 最大的開髮箱就是澳園 中國澳園 中國澳園 1996年在廣州成立 它在2007年在香港上市 這邊說中國澳園在中國90個城市都有項目 包括了一個環渤海、華東、華南、中西部 打造了317個項目 同時這邊除了澳園 還有古兜控股 古兜控股是我們廣東省一個民營企業 做溫泉做到上市的一個企業 而且… 都很著名的了 古兜 而且都是香港上市的 古兜都在香港上市的 古兜都在香港上市 是的 除了這兩個 還有一個澳園健康 澳園健康就是我們景區內 未來的一個發展趨勢 因為我們景區要做一個灣區的康養地 所以引入了澳園健康 澳園健康在廣州的潘漁 南沙都是有意義的 那邊的樓盤很多 對 它都是香港上市的 它的編項是3662 全部都是香港上市公司 沒錯 第四個就是我們這邊的中國民旅 中國民旅就是以後 運營我們商業這部分的一個 合法商來的 那現時古兜來講 就是一個四億景區 未來我們澳園入住了 我們會加大那些資金去投資 運營 未來我們會打造成一個五億景區 一個增長式 是增長 越做越好 當然了 它現在這麼大的發展商在這裡 多大都有一個香港上市公司 是呀 有三個香港上市公司 是的 那這邊講完開發商 最重要的是雲系路線圖 因為這邊的話 看看我們的交通 是 那現在我們位置在這裡 是屬於江門市 新梅區 銀湖灣崩海新城 那這邊是一個新城區 那江門應該很多香港 澳門人都知道了 江門是我們中國第一大橋鄉 橋鄉 是的 很多明星都是出自江門的 像劉德華、榮祖義這些 曾子偉都在那邊 曾子偉都在那邊 都是我們江門人 我們這邊呢 其實地理位置和珠海是隔海相亡的 我們這邊的交通是十分發達 我們這邊的海陸空交通都有齊全的 第一個我們就是西部越海高速 我們距離項目的話 有兩個高速出口 第一個就是刀伏 第二個就是艾南 都是八公里左右 就可以上到西部越海高速 經西部越海高速 40分鐘可以去到珠海基礁 坐飛機 一個小時可以去到珠海、拱北、澳門 還有中山 遠一點的話 因為廣州大橋已經開通了 從澳門走廣州大橋 過香港大概是三十分鐘左右 所以說我們經西部越海高速 再走廣州大橋 過香港一個半小時可以到達 是非常之快的 這個就是自己開車 公共的交通線路有沒有呢? 公共交通線路的話 我們這邊有個公交 就是在我們景區裡面有公交 可以直達到新回市區或者江門市區 出道市區 同時呢 景區門口都有個臨時公交站 可以直接坐公交 直達到珠海、斗門或者拱北 除了公交 我們說有個輕軌 新回站 其實我們新回有兩個站 所以剛才我停了一下 新回有兩個站 第一個就是珠西宣柳站 這個宣柳站是非常之大 是俗稱為廣東四小站 還有廣州南站、佛山西站、深圳北站 美建廣東四小站之一的珠西宣柳站 很多這邊的話 坐輕軌去到北京、上海、其他外省都有的 如果這樣說呢 我們香港的客戶 在香港過來的話 我們可以去到廣州南站再轉過來 可以的 可以的 除了這個宣柳站 我們還有一個新回站 新回站的話 就是比較早已經有了 未來的話 我們這邊 剛才說的這兩個站是現成的 未來的話 我們有個銀湾站 距離我們項目大概是五公里 這麼多的站 這個站 未來的話 建設完的話 有輕軌的四通八達 去哪一道都方便 除了輕軌我們還有高鐵 高鐵的話 我們有個雙水站點 這條高鐵就是深圳 一直深茂高鐵去到茂名 途經我們雙水有個站點 雙水站點距離我們項目 開車大約是二十分鐘左右 到時的話 坐高鐵去到深圳北站都可以的 即是說我們的朋友可以 在香港過到深圳那裡坐車 坐高鐵過到我們的雙水站 接積一點點就很快就過來了 是的 沒錯 坐輕軌也可以 坐高鐵也可以 自駕遊也可以 未來的話坐飛機過來都可以的 其實我們的線路都是很多的 是的 四通八達 這邊的話 它是我們一個片區的發展情況 銀灣北克新城其實是近期才提出的 它的發展規模是我們廣東的一個崩海城市 這邊的話它是和深圳的前海 廣州的南沙珠海橫琴串連的 那未來的話我們這邊有幾大一個 國家級的一個重點規劃和建設的 看看這幅圖 這幅圖的話我們古兜就在這裡來的 古兜 這邊這幅圖最重要的第一個 剛剛說到一個就是輕軌站 在這裡來 直線距離大概是五公里左右 這邊會整個輕軌站 第二個就是我們這邊粵港澳合作的高校 這個高校它已經是正在見的了 第一個入住就是廣東工業大學華立學院 預計今年它會招生的 九月份開始招生 那未來的話我們這邊在這個遊艇會過來 會有一個碼頭的 到時的話我們除了開車 坐飛機 坐高鐵 這邊的話坐船都可以去到 珠海澳門或者香港的 甚至乎自己都可以拿一個遊艇過來 對 沒錯 這邊的話因為我們門口 警官門口 旁邊就有個中國交建 已經在挖寒道 在挖泥 未來一到兩年會建成這個碼頭 後期的話我們這邊還有一個科教員 還有這邊的一個中澳科創員 這邊的話是一個和澳門合作 種植研發那些高分子生物的一個產業園 到時這邊會吸引很多高科技人材 高科技人材 各個是尖子 對 沒錯 所以說未來發展這邊是往著珠海橫琴 廣州南沙這些方向去發展 未來升值潛力非常之大 所以說現時我們賣一萬元左右 未來幾年後可能會賣到一萬元左右 這個隨著時間 還有它的發展又會有很大升值 對,因為我們周邊的那些城市 包括珠海、中山、廣州 其實這些城市 其實房價都普遍到兩三萬元 廣州更誇張 廣州更誇張 五萬六萬都有的 回回我們整個項目 我們項目是非常之大的 現時我們位置在這裡 這邊就是我們一個售楼部 景區門口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整個項目佔地是三千畝地 約兩百萬平方 整個地貌我們就是三面橫山的 一面向海 就好像一個聚保盆一樣 風水是非常之好的 風水保地 項目北邊就有個水庫在這裡 這個水庫是我們江門市一級 用水保護資源來的 他們的市場呢 他們的水抽調去江門市 新闊市去用的 我們這邊的村民業主 都是喝山泉水 哇 夠了很養生 水流下來就形成了一個湖 和河流入海的 這些全部都是純天然 都是活水河來的 是活水來的 我們古德溫泉 溫泉是最主要的 古德溫泉在珠三角 乃至香港澳門是非常之出名 出名是因為他們這邊 有一地兩泉 一地兩泉我們這邊 古德溫泉谷 有個淡水溫泉 有個海水溫泉 這邊的溫泉谷是佔第十萬方 即是一個淡水 一個是鹹水 是的 兩種溫泉 在廣東省來說 同時有兩種溫泉 只有古德溫泉有的 所以它溫泉才可以做到上市 浸鹹水溫泉和淡水溫泉有什麼區別 淡水溫泉 我們這邊是附陷了冬元素 所以我們俗稱冬溫泉 冬溫泉對女人有個養顏護膚 或者促進血液循環 非常之有用的 海水溫泉因為從黃茅海 在這邊抽上來 它附陷了十一種微量的元素 這種男人浸了會增加抵抗力 增加體力和痛風和高血壓 有輔助醫療作用 這麼厲害 反而不知你說是一地兩泉 所以我們古德溫泉 裡面都是非常大的 有六十二個池 這邊我們有個唐公 唐公是中式 中式裡面有個巨飛池 為什麼有巨飛池呢? 因為我們這邊的淡水溫泉 即是冬溫泉 有中山醫學大學院的鑑定報告 它的水質和古代華清池 楊巨飛浸的水質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製造了巨飛池 讓人們新臨其境 體驗一下古代楊巨飛 是怎樣浸溫泉的 即是來得古代溫泉 浸過的女人都漂亮 是的 沒錯 這邊有羅馬池歐式 東螢角日式 買票進去的話 可以體驗一下三角風情 除了我們冬天浸溫泉 我們夏天 這邊還有一個水世界 這個水世界 剛才提到 它的水是從水浮水流下來 是山泉水來的 簡直很清涼 非常清涼 水溫非常冰凍 常年保持在25C度左右 我們夏天才開放 我們還造了6000坪人工沙灘 夏天開放的時候 我們這邊還有衝浪 水上樂園等等 所以我們古代溫泉 冬天浸溫泉 夏天游泉 全年是很淡貴的 每年吸引客流量超過100萬 除了這兩大主要配套 現時我們開發了一個纜車 這個纜車就是一個 上到財神山的一個纜車 全長是一公里 上要20分鐘 落都要20分鐘 山上這個財神廟 聽說很出名 很多港澳明星和企業家都來拜 而且拜了即時轉運 即是拜來好運 真是財神廟 對 除了有玻璃橋 玻璃橋 非常受歡迎 因為它是網紅打卡點 2018年開通的時候 由排隊和牌南波出口 排到幾公里 排到幾公里 所以它說這些配套 是免費嗎 要收錢 要收錢 排隊排那麼多難度 真厲害 剛才我提到這些配套 都是現成的 如果你買了這裏 或者投資了這裏 都可以享受到 未來我們是打造康養 康養就是這塊地 5號地塊 還有這裏 17號地塊 亮洞 這裏有奧元健康 打造康養 這康養就是中醫 針灸 心肺復甦 聯合溫泉的理療 配合人體所需的元素 即是配合溫泉的病用 治療更加好 沒錯 沒錯 未來我們這邊是一個灣區康養地 噢 現在我們在售的是哪裏 在售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棟樓 這棟是樓樓來的 叫伊水明廷 總高16層高 兩梯12戶 這邊面積是五十六方 或者五十八方左右 均間是一萬二千左右 大裝修出售 除了這棟 我們這邊有半山的一座公寓 這邊的話我們這邊只有五層高 楊梯12戶 這些低層的更好 這些物道非常低 而且面積也有少積的 四十方 六十方 七十五方 這些小低層的價錢 這邊的價錢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萬二元左右 一萬二元左右 大裝修 而且我們賣的產品 現在都是大溫泉入戶的 足不出戶可以在家浸溫泉 溫泉已經入戶 沒錯 但是水費是另外計算的 應該是有標的 沒錯 因為我們這邊計算的是 溫泉水和生活溶水分開的 生活溶水的水電費是一元和一元三 溫泉水是一噸十元 十元一噸 一噸就足夠浸兩次了 一噸十元就足夠浸兩次了 這個浴缸大概是半冬左右 哦 是的 自己浸都可以了 既節省錢 又鮮物性也好 健康 小情侶適合 對 其實說一說 在自己室內浸溫泉 是另一種感覺 但你出去大溫泉浸 也是一種很有集體性的 比較歡呼著弱那種 沒錯 未來的話 我們這邊 11月30號就交流了 11月30號 是 就是交這些小高層 這邊都交的 還有那16層的都交的 沒錯 它是帶硬裝 帶軟 我們帶精裝出售 帶硬裝 你所說的硬裝就是精裝出售 是的 我們這邊除了可以自住 我們說可以投資反租 還有這個項目 是 對 我們反租的話 反租金額都非常高 我們一簽 即是簽那個反租 一簽可以簽15年 一簽簽15年 沒錯 那個收益是怎樣計 收益的話 我們這邊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固定反租 固定反租的話 我們說這棟樓是43元一個方 每個月 43元一個方 每個月 賣得越大 反得越多 這邊半身就是40元05號一個方 就差不多了 沒錯 差不多 第二種就是分紅 分紅的話 因為簽15年 我們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前8年 3、7是給業主的 後7年4、6是給業主的 即是大那一段都是給業主的 沒錯 沒錯 這邊說 看看客戶會喜歡自如養生的投資 我想其實很多都是以一個投資的成績為主 另外自己的假期 肯定可以自己回來享受 我們這邊如果選擇反租 每年有12天給你免費過來玩 12天 沒錯 你剛才說43元或者40元05號 一平方計 反正我不管你租不租出 我每個月就賺收 是這個是固定的 都是15年的約期 是 15年它是每3年遞增5% 每3年遞增5% 是 沒錯 明白了 這件事 讓我們跟客戶重點解釋一下 好 讓他知道 我們在養生 在這裡享受我們的假期 還可以投資 嗯 好 OK 那這裡還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都是這麼多 如果有問題的話 是詩字還是我們的老大 我一定會把我們最細緻的東西聞清楚 嗯 那我們現在可以去看看我們的樣板 好 現在我帶大家來看到我們的示範單位 這是我們40平方米的一個示範單位 嗯 好 我現在就帶大家進來看看 好 我們那個交付標準呢 其實我們的硬件已經包了 包括我們的門和智能鎖 嗯 嗯 嗯 後面這個櫃呢 就是我們放在這裡而已 就沒有的 這個是要自己配置的 嗯 嗯 我們有個造台 嗯 看看我們這個衛生間 非常之漂亮 這個衛生間呢 其實說真的一句 無論在這裡也好 或者在廣州也好 尤其對於香港來說更加寬大 你看看我們這個臨浴間 臨浴間呢 它也做到我們一個 光濕分離區 還有呢 這個位置其實夠大 你看到 我們的手都已經是OK的 它的去水也做得比較好的 它走到一個角位 就不會浸腳的這些 那 出到這裡呢 亦都看到我們一個 馬桶了 當然這個馬桶 其實我們是 都包起來的 但是呢 就不是這個品牌 品牌上有所區別 這些洗手台 和我們的櫃 都可以的 我們的清潔工 都放到很多 他的工作件在這裡 包括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都比較流行 因為 很省地方用 除了鏡外 還可以放到 我們這些 日常的洗濟用品 OK 看到這裡之後呢 我們出來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裡面 一個公寓的配置 看到了 我們 我們 床頭櫃 還有一個很復活的空間 有些人 就喜歡在這裡做一個間隔的櫃 它有一個 就是 這個度隔 它又可以 一個間隔 它又可以放一些飾物 甚至乎有一個比較窄些的 裝飾櫃在這裡 隔開來這裡做了一個 茶廳 現在我們的示範單位 就做了一個浴缸 在這裡 這個浴缸 其實呢 為什麼會有浴缸 放在我們這個露台的位置呢 是這樣的 我當然是當它是露台 因為我們這個溫泉公寓 是溫泉水直接入戶的 為了十元一噸 十元一噸 很多時候 我們比較有私隱的人 喜歡自己在這裡浸浸完溫泉 直接上床 很方便 但這個浴缸是不包的 先說明 這個就是一個條件來的 這個就是四十平方的單位 我都說這個四十平方的單位 其實去反租呢 就是按照四十元五毫的收益來的 好 那就 我們解釋完這個單位 我們跟大家去看看 另外一個 大一點的 剛才我們看完那個四十平方 我現在就帶大家看一個五十六平方的 五十六平方呢 它就比我們四十平方大了十六平方 大在哪裡呢 其實在衛生間裡 是做到是兩折不同的 因為它是一個洗手台 和一個衣帽間混合一體 和它分開了 我帶大家進去看看 而且它的露台比較大 進來後 我們覺得就是這個位置 已經夠闊 比其他都闊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簡易的廚房 叫做 轉身過來看看 我剛才所說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浪浴間 這個更大 這個浪浴間 嘩 真的很大 很大 真是 沒有功夫都可以 沒有一個人洗 帶著兩個小孩去洗澡 可以 好 嗯 那 但临浴间和马桶位和外面分隔开 亦有一对门 形成早上或同时使用卫生间和洗手台 就不会有冲突 我们亦做到一个好像衣柜一样 亦有一个鞋柜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跟护我们的鞋 或者做其他东西都可以的 这里很阔落 通过这个大的通道 这个房间很大 56平方大 舒服 在这里做了一张床位 而且床外面这个位置很阔落 非常舒服 如果你不是用来反租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间隔做一庭一房 我觉得 但这个位置亦是和酒店方有一个反租的条约 可以租给酒店方15年的托管 看看我们的业主自己喜欢哪一样东西 OK 看完这里我们出来看看我们的大露台 这个露台真的很舒服 在这个露台里面我们可以对着我们的大自然 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阳板房 如果我们在楼上高一点的那些 它就可以在大自然里面浸住一个鸳鸯肉 很舒服 很舒服 所以为何说去温泉到家 就有一个好处 你喜欢喜欢的马克 在家里自己浸 不想一大群人在工用室浸 就私底下在这里 私隐性强 外面亦都配置做一个洗衣机笼头 我们的洗衣机电源都硬件的东西都做得很好 当然我们的胶负使用的时候 长身是乳胶漆的 这个普遍都是这样的 你看看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胶负标准 除了客厅、餐厅的胶负标准以外 我们亦都可以看看我们的延关 这里也有个胶负标准 它也比较明细 还有我们的摄影师 把镜头放进来 卫生间的胶负标准就看到了 好明细的东西 OK 看完了 我们带大家再看一个是60平方以上的 我们看完40平方和56平方的 这个60平方的 这个60平方非常漂亮 做得到有房有厅 而且有房中房 大家进来看看 当然我们进来的走廊也是一样的 这边就是我们一个简易的锤房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同时这个卫生间 同时这个卫生间 大家看到和40平方米的卫生间 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个布局和大小都差不多 首先进来我们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说56平方和60平方的区别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会客厅 会客厅以外呢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带有我们观景浸浴缸的 浸浴缸的露台 我们在这里就将露台打通了之后 就很舒服的 在这里还可以做个小茶室 然后进入我们的房间 这个房间呢 为何说是一个房间呢 其实在这里可以这样烫 去跟厅里分隔空 平时我们就可以打开通风 到了瑞典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私隐性 就关了一只门去 哪怕外面有些朋友过夜也好 大家都可以互不干扰 好 看到我们这里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房中房 我刚才说房中房在哪里呢 就是这里 有些是夫妇带着一件 或者两个小朋友过来呢 他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睡房 还有一个去让一个飘窗台的 所以这个60平方 就是个人感觉非常之好 给我选择呢 我们可以给大四平方 就选择这个 因为刚才那个都56了 现在这个才60 好 我们其实看完这里 都心中都有数 都很喜欢 看看我们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两房 两房就是75平方 就是这里 看看我们的两房 和刚才那个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看看这张图 好 我们现在就直接进来 一阵冷气非常之舒服 在这里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之后 他做了一张简易的餐桌 这些餐桌其实很好用的 虽然你看它小小的 早上我们吃早餐 这里煮煎鸢蛋 这里就吃了 是不是很舒服呢 另外一个 其实现在一家人 都是三口四口至五口 顶楼也是 通常我们现在都是 两大 一小 为了两大两小 基本上我们在这里 吃正餐都够了 所以 它是留给我们的空间 就很大了 留给我们的空间 这个整个都是我们一个回客厅 我们如果 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这样看出去 是不是很阔落呢 同样我们现在 将这个露台 打通了它 亦都是搞到一个浴缸 在这里 其实我们每一个样板房 做浴缸 它的作用 就是展示给我们看 我们是温泉到户 既然温泉到户 你不弄干水 在这里浸一下 是不是似乎浪费了 这个资源呢 就是这样 我的镜头 摆回来看 是不是很大呢 很舒服呢 在这里 那我们正正式式 正经地游房进去吧 看看我们 第一间房 这里就是我们进来的第一间房 看这间房 小朋友房 画画小朋友房 其实也很大 我相信我们的朋友看到 如果按一间小朋友房 都可以了 在这里 书桌比较大 如果你是自己用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衣柜 一个麦二 这里有麦二 的衣柜 再来一个小书桌 完全可以容纳不到这个空间 转过来 那里面呢 我们也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浪浴间 同时和我们的洗手台 亦都是分开了两段 互不干扰的 其实我们洗 为亲家我 如果再说多些 都好像比较沉气 大家都看得到 看得明白 看到我们现在的主人房 就很舒服了 主人房 我们直接把露台的窗 拆开了 直接通 而当我们马克 需要休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窗帘 一拉起来 便是一个私人空间 为何我们这个设计师 会做成这样 他觉得这样的空间感大些 而且它是比较舒服些 如果你是分离开来 那里面就似乎可以了 外面就像窄了些 如果现在这样 是否舒服呢 这头浸完 那头 第一条就跳上床 不用搞那么多东西了 而且它为什么说打通 很舒服呢 它可以在这里 出到我们的厅堂那里 当然 一样板房就配置了 我们一套 商人的座椅在这里 正常来说 我们是配置了一个龙头 是给你做洗机的 一个电插座 是洗机的电源来的 我们当然地下有去水位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补局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 七十平方米的两房两厅 大阳台 你看到我们这里 亦预留了一个冰箱位 这样就可以配置到 给我们日常生活用了 看看我们的门后面 其实还有一个 暗床在这里 一个鞋柜 一个整理柜 它的电箱 就放在里面 平时也挂了位置 这里是挂傘的 有些是挂傘 有些可以挂一些小饰物 小小的衣服都可以的 这些是放下的下柜 其实挺好 在这里做得 一进到里 将我们需要换的东西 需要摆下的东西 都在这里搞定了 这样才进入我们的主厅 OK 我今天在这里就介绍到这里了 是的 阿森哥刚才和我们介绍了 我们的区位和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有些什么娱乐设施 这样的 原版房带我们去看 现在接下来 有几个问题 我想请阿森哥解答一下 嗯 好 第一个 你说那个投资项目 每年有12天是可以自住的 嗯 其他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去做一个固定的收益 另一个就是拆数的 是 一个是固定反 一个是分红制 嗯 固定反呢 刚才说到的 它是一个43方 或者43元 或者40.05元的一个方 买得越大便反得很多 反正这个就是每个月 我就固定的收益 嗯 没错 第二个就是分红 前八年就是三七 大头七是给到业主的 后七年就是四六 同样大头六也是给到业主的 嗯 这个就是利益的一个分红 嗯 我刚才所说的每平方是43元 或者40.05元 这个就是无论你租出与否 我业主的收益都是肯定的了 是这个是固定的 是的 另外一个是以三七开 就是以酒店租出 计算每年那个 即是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 利润 分红 利润的总利润 分红 除了开支 对 利润的分红 没错 那还有一个呢 每三年 你好像说是递增 它的递增是固定反租 我们如果选择固定反租 它的每三年可以递增 100.5元的一个收益 嗯 嗯 这里还有100.5元的收益 哦 那还有一件事呢 我问得比较小一点 那它那个反租那里 那我的房子 我直接给酒店方去反租 那那个装修费呢 装修费是否需要租出呢 这个是需要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产品 它本身是带硬装出售 嗯 那远装的 家具家电 櫃啊 床啊 那些是不包的 那如果你是选择反租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酒店统一管理 统一装修 那酒店方会收取 1000元一方的一个远装费 那个远装费呢 就刚才我说到那些了 就是家具家电 嗯 床蚀 还有毛巾啊 椅啊 櫃啊 就是反正软装 和酒店的那个选择品 嗯 包括你所说的毛巾啊 压擦拖鞋 都是选择品 是 没错 就是以1000元一方 是的 就是一次性 一次性 是的 OK 明白了 如果我们这些香港朋友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 比较稳健的收益 是的 又不用自己头痛 是的 我给到那4万元的装修费 那个软装费 那我就坐眼和你签约了 是的 没错 其实这个东西挺好 就是置低限度 不用自己头痛 是的 反正我不管你损不损出 我就照收钱 是的 嗯 还有一个呢 我刚才也看到了 这里阿森哥和我们介绍过 一地就两泉 又包括淡水和咸水 我们这里呢 冬天就来浸温泉 嗯 夏天我们来玩烫泉 是 小世界 是的 没错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挺好的 那 最贴持一样东西了 人民报 如果香港方便的朋友过来买一楼呢 在政策上有什么支持 或者有什么优惠 甚至乎有什么限制呢 嗯 其实呢 我们这边是基本上没什么限制的 那香港朋友 你如果是方便的 可以直接过来我们来盘这边看 嗯 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拜托 Agent 嗯 朋友过来这边的话 都可以看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立下立地的了 嗯 那 付款方式呢 付款方式有什么方便呢 付款方式的话 我们这边是一个就是按揭 嗯 第二个就是一次性的 按揭的话 它就是7日内给首付 嗯 跟着就是安排签银行 签网签 嗯 同样一次性都是7日的 嗯 那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 我们会通知Agent 这边去解决的 嗯 一次性可能会优惠更多些 是的 一次性的话会有误会的优惠 嗯 嗯 那其实香港上一路买 是可以贷款的呢 嗯 都可以的 因为之前我们都成交了很多香港客户 哦 都是做贷款的 嗯 我们这边贷款银行 有个工行 有个农商行的 哦 都是大陆这边的 嗯 是 只要是你符合到那些贷款条件就可以了 哦 明白 这些条件到时我们慢慢再来再谈 因为条件的东西不是 讲完之后很容易不记得 是 没错 因为又涉及到有些证件之类的东西 嗯 没错 那 那 随到这件事呢 我觉得都 在交通方面都可以了 而且你还有一条批划的线路在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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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 对了 阿深哥还有什么补充呢 我看看你 其实都没什么了 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嗯 因为它总价高 嗯 总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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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高 是的 回报高 而且呢 除了你买来养生 可以收租 嗯 又可以过来玩 嗯 所以它说 基本上呢 就是趁手快的了 就是投资 自住 对 养生 都是最好的选择来的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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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也都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介绍都比较清晰的了 那这期节目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户留意我们的联系电话 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这期谢谢阿深哥 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